如果你同时养了11只会拆家的狗,将会是什么体验? 如果用一句话形容,这个蝉屎官的传奇故事,就是开头很悲惨,中间很悲惨,结局依旧很悲惨,起因是小姐姐刚搬好家,准备入住的晚上捡到了一只不知道被遗弃了多久的阿拉斯加。 由于这只狗的眼睛看不见,找不到食物,所以只能捡地上的垃圾吃。 而小姐姐本身也是一个蝉屎官,见到这种情况也是不会丢下不管,于是便把她带到了医院进行检查。 医生说,狗狗的眼病特别严重,已经完全失明,治疗费用不仅要花几万块,而且还不一定能治得好,但小姐姐认为只要有希望就不会放弃,坚持要进行治。 小姐姐的老板也是好心,不仅同意他可以带着狗来上班,还给狗子准备了个工位。 小姐姐希望狗狗能恢复光明,所以给他起了个名叫刘光明。 医生说,现在刘光明还太小,不能做手术,必须要等到半年之后才可以。 就这样,他一边照顾狗,一边加班加点给小狗赚手术费。 这样过了半年,刘光明也终于迎来了他的手术。 庆幸的是,手术很成功,刘光明也再次见到了久违的光明。 这个时候的他,激动得就像一个孩子,直接就钻进了小姐姐的怀里。 从此,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,都说养这种狗是来报恩的。 但是万万没想到,他居然是来报仇的。 反转来了,就在刘光明恢复光明的第一天,小姐姐准备带他出去散步, 然后直接被他拽的从楼梯上摔了下去,洗蹄拐杖一副。 当小姐姐的老板知道他受伤之后,也是十分心疼他,直接就让他带薪休假。 只不过,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,就是帮忙照顾一下自己的阿拉斯加。 而且是五只,没养过阿拉斯加的都知道,这个品种是超大型犬,就算一只养起来,都很费劲。 我估计,这老板从刚捡到刘光明的时候,就开始下了这么一盘棋,这五只阿拉斯加刚到家不到半天,就展现出了惊人的拆家天赋。 而更搞笑的是,这五只阿拉斯加到家还不到一天,就因为口罩的原因封城了,小姐姐本想在坚持坚持上班的,但命运却没给他机会。 就这样,他和五只阿拉斯加,还有原本的本土居民一起被隔离在家,他的家,也是每天被这几只狗摧残着。 从此,小姐姐的家里,再也没有一块好地方,如果说,他是其拆家室属于持续输出型的,那阿拉斯加就是直走暴击流,而且一般的笼子根本关不住他,包括防盗门。 因此,也彻底让他知道了什么是家图四壁,每天回家就跟开盲盒一样,次次开门次子不一样,等到解封之后,也养出了感情。 就这样,小姐姐从保姆顺利晋升成了亲妈,然而,这才仅仅是个开始,都知道,阿拉斯加是雪橇三傻中的大傻子,他们为了弥补拆迁对智商不足的问题,于是他们捡回来一只边木,这下算是把爱因斯坦的大脑,安在了泰森的头上。 小姐姐连防守的机会都没有了,只能说是狗子们要把小姐姐送走,又进了一步,但是这么多只狗,有公又有母,不出意外的情况下出了意外,其中一只阿拉斯加意外的怀孕了,还顺利的生下了十只幼崽。 但狗妈妈,加上蝉屎关一起,也照顾不过来十只幼崽,还有一个拆迁队,再加上狗妈妈,奶水严重不够,于是,为了使小只顺利先活下来,小姐姐又领回来一只刚生完宝宝的科鸡当奶妈。 而这个奶妈,也是带了两个拖油瓶来,就这样小姐姐开启了她和十一只狗狗的幸福生活。 我真的哭死了,我家狗终于懂生日了。